很薄, 鞋子也是很乾淨 所以你也頗留意別人 處女座 看指甲乾不乾淨 頭髮是故意設置到凌亂 你好林家謙 我約了你很久, Terence 是, 不好意思 因為之前都覺得 目前好像有很多, 想在幕後 不要緊, 不需要, 覺得不好意思 因為之前你好像上過兩次口水 剛好兩次, 我都沒有訪問你 是呀, 你放假 我沒有放假, Terence 我出去拍攝 第一次見你, 平常都很少機會見到你 是呀 應該沒見過 是, 我們沒見過 我一次在走廊走過, 嗨過 是呀? 可能那時候我未知道你是誰 你又好像大到這樣 所以未必可以認到你是誰 那時候一兩年前, 應該未大後責 OK, OK Anyway不要緊 今天就當是認識一個新的朋友 我們由頭開始談 這幾年就經常聽到你的名字 因為你作很多好聽的歌 很多朋友喜歡聽你的歌 人家形容你為一個全能的音樂人 其實你是何時發覺自己喜歡音樂的? 我想四、五歲開始 是嗎? 那時候是因為, 可能家人又會學琴 然後家人會聽歌 自己又想學一份 所以那時候開始主動要求學琴 是, 那就由學琴開始 是呀 那就不錯 那一路學了, 學到 學了兩三年 因為自己覺得考琴 或者經常不停連一首歌 好像又未必是自己最大的興趣 所以自己想彈自己的東西 就轉了另一方向 起碼學琴是一個基礎 讓自己知道是喜歡音樂 跟著那個路是怎樣走的? 譬如有很多藝人 或者是女藝員 我們知道她的途徑可能是選美 或者是做模特兒 男的藝人也是 你是音樂人 你怎樣是四、五歲就學了音樂 那怎樣一路走到現在 進入了這個圈子呢? 中間其實我都不算是跟音樂很大關係 因為有一段時間我自己少放棄了音樂 為甚麼呢? 我覺得每方面都不做得很好 譬如唱歌、彈琴 那時也不知自己懂得寫歌 去到大學後才發覺原來有這個能力 你怎樣發覺? 因為寫歌詞 在我來說完全是另一件事 是呀 那時是因為在大學認識了林一鋒 所以她就邀請我 你有沒有展示給她聽 那時我才開始自己 嘗試自己寫歌 然後就分享給她聽 她怎知道你是可以寫歌的呢? 因為我想那時我參加歌唱比賽 但我彈的是別人的歌 可能她看見我彈得也有板有眼 所以應該會寫歌 但其實那一刻不懂 我猜你拍戲又會覺得很痛苦 是嗎? 但很多次她做的演員 是呀 張曼玉 不是很痛苦 哥哥 是嗎? 誰呀? 哥哥 對呀 張曼玉 女性比較好 是嗎? 女性比較好 男性的要求是比較多 多些事情想的 要求完美一點 但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你就試一下 既然你自己都有公司 你可以自己開一部試一下 沒有啦 走一閘過 嘩 我沒有那麼多錢 自己寫一個劇本 你以為你寫劇本可以嗎? 真的沒試過 會不會想一下 可以想一下 是嗎? 可以想一下 好 我們說回處女座 是 為何寫一首歌關於處女座 其實我本身自己個人 不是最 我常常都否認自己處女座 我覺得我未必有 處女座的特質 譬如結屁或是很整齊 我家裏又不是的 嗯 但是 就是 你的衣服很乾淨 新的 新的 鞋子也是很乾淨 是啊 所以 你也頗留意別人 處女座 處女座 是否一定要這樣 看指甲乾不乾淨 指甲可以 頭髮是特意設定的 凌亂 眼鏡也沒有花 但起霧 起霧這不關事 因為戴口罩 但有些人對眼鏡很柔 你不可以 都要擦 對 對 為什麼寫處女座 是因為 跟Wyman溝通過 因為我 從頭髮有口中得知 他之前有寫星座 可能是水瓶座 雙子座等 我又知道他想寫處女座 他是不是覺得你是一個很平常的處女座 是啊 他覺得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 又很開心他也可以處女座 即他不抗拒 你有否研究一下 你知不知道 什麼星座什麼星座的特質是什麼 我約了有研究 因為身邊太多講星座的朋友 慢慢被 帶進去 對 變成一個星座人 但是 我也知道一些特質 但是 Wyman就說了一句 其實 除了潔癖不是 你說這些整齊乾淨 而是精神潔癖 我就想 咦 好像真的 什麼叫精神潔癖 你很多事情都要 例如做朋友 我要知道你是一個好人 我也知道你不是一個很八卦的人 或者不會是做一些很壞的事情 我才會肯和你做朋友 怎麼知道 但有些不是 但有些不是 有些人很容易認識朋友 我們就未必是 但是 你不需要很多朋友 法國處女座不需要很多朋友 他需要很多時間給自己 對 對 有朋友很麻煩 又好又不好 你又要出去應酬 你喜歡應酬嗎 我不覺得會是 我未見過一個處女座的男生 喜歡應酬 是嗎 是因為處女座 因為處女座 相當麻煩 如果是處女座 還要是男性 繼續 還有可能會介意別人看 怎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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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例如別人說的一句話 都可能會 你就會放在心裡 他這樣看我 我做得未夠好 我會嘗試擦走別人的印象 你要做好一點給別人看 對 你需要不要在意別人看 那些人很重要嗎 但我覺得是一個污點 做得很差 這個人也是做得很差 他自己有很多事情 真的敢說 他不敢說 他自己 口說一套 自己做出來一套 我需要不在意他講 對 可能別人說的一句話 其實他都沒有心要傷害你 或者沒有心 你就很在意 對 那你說是不是虧了底 有一點點 對 你又知道 你又情不自禁 又繼續這樣轉下去 可以 有一點點叫做轉牛角尖 算不算是呢 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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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知道 但你又繼續這樣 但我們性格是這樣 又很難看 不是的 到了某一個 即是你現在仍然很年輕 你幾歲 剛剛三十歲 哎呀 這麼年輕 你再年紀大一點 你就可能不在意 沒那麼在意 到時你可能寫歌 看心路歷程又不一樣 很念舊 是嗎 也是 很懷念 對 所以難認識新的東西 新的朋友 有沒有新朋友 都有 剛剛新聞前我們說到 Wyman 看到你有處女座的特質 你剛好想找他幫你寫一首歌 他就推薦這首歌 那你就很接受 所以我覺得 最初寫到有點害怕 咦? 心想 咦? Wyman你是不喜歡我們處女座 所以你想寫臭我們 還是怎樣 原來他是OK處女座 然後他又可以 用一個少少 自嘲的方式 輕鬆一點的方式去說 處女座 其實為什麼他會糾結 為什麼他會閹尖麻煩呢 其實他也有原因 為什麼他會閹尖麻煩呢 我也很想知道 沒有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 很喜歡看一些很細微的東西 是 Focus得太細微 是 變了很容易就會一些 一些痕跡 什麼都會不舒服 就不可以了 其實整件事是很好 大 picture ok 對 一點點多東西 會令你很不舒服 你會不會呢 我會 我會 譬如以前 工作 例如 host a show 整個 show 都是很好 只不過是說了一點點 那一點點都沒有人會察覺 可能我排排的時候 說了另外一樣 我覺得完美 但到正式我講了另外一句 沒有人知道 但自己知道 回去就會很不開心 是 我通常做完這 show 不是 都有點OK 但通常如果有少少瑕疵 我就已經很不開心 然後下台就不斷懺悔 但是你百分之九十 或者九十九都很好 那你不想起好的東西 是啊 是啊 其實外面的人 很喜歡拿著你的不好的東西 就不會欣賞你九十九%好的東西 那你要想外面的是什麼人才行 值不值得你去弄到自己不開心 是嗎 也是 講了你會不會好一點 不會的 可能下個分鐘還是這樣 下個小時 可能有變 是的 但是自己有沒有改變 這麼多年 由入行到現在 是越來越綁緊 還是都開始看過很多東西 前幾個月就綁緊了一點 是 但現在比較好 是 為什麼呢 因為多工作 就是越多工作你就越綁緊了 前幾個月 因為有頒獎禮 那些就會有一點在意 為什麼呢 你得到很多獎 你在什麼鬼異 看不到才說 覺得不好意思 還有覺得自己說得不好 當時的反應又不是太好 又不懂得抱怨 我現在回想 其實當時應該要開心一點去接受 抱怨 那就沒事了 接下來呢 不知道 會不會有想定要說什麼 但可能想定又沒有獎 我通常沒有想定 但我當時的反應 真的擔心多於開心 所以我已經很容易放在上面 你不要了 變成那些很開心的時光 你就回想 只剩下下來是一些不開心 這件事真的要解開才行 是的 非常感應 對 對 我是喜歡的 對 非常感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